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项目建设 基础设施 民生保障四个重点 分离打造活力新野 田园新野 幸福新野 先后融合中国棉坊之名城 国家现代农业市场区等荣誉 一项项荣誉 流入一个个空环 把这座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城市装扮得如此亮丽 在众多的荣誉面前 新野人民正昂首阔步 只争招心 不负韶话 奋力创建生机文明城市 更好满足全新83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高费启动 亲力创建 提升站位 组织倒费 县委 县政府 身中把精神文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 坚持两手抓 形成一二三四的领导制度 其每年高规格召开一次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会议 召开两次县委常委专题办公会议 解决三个以上精神文明建设和创建文明城市的重要实际问题 精神文明建设和创建文明城市工作 做到了领导班子 工作班子 创建规划 创建责任四落实 组建专班 联动到位 成立的由县委书记担任主任的精神文明建设会员会 调整充实的组成人员 同时还组建了以县委书记为政委 县长为指挥长的创建文明城市指挥部 下售创建办实行定岗定员定责 确保了领导到位 责任到位 工作到位 细化目标 责任到位 确定了15个路长单位 对城区17条街道专包专管 每条街道配备了专管员 各单位还配备了门前五包协管员 建立了县领导 务长 专管员 协管员四级管理组织网络 形成了全党动员 全民参与 严格考核 各司其职 齐抓共管的城市管理 良好氛围 完善机制 落实到位 新野县专门出台多个文件 制定了一系列考核和讲成措施 坚持一月一小节 一记一评比 半年一总节 年终结硬仗 与责任人政绩考评和经济待遇挂钩 一起抓一级 层层抓落实 优化环境 夯实基础 建设务实高效的政务环境 新野县委员政府 始终把创建文明城市 作为民心工程来抓 通过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削减审批事项 推行一站式服务 政府机关的办事程度逐步简化 办事效率逐步提高 建设合理有序的城市规划 及道路环境 高质量完成 新野县总体规划凶边项目 全面启动新野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0-2035 特别在城市道路等基础设施方面 建成开通了新野至邓州高铁通道 对朝阳路 解放路等11条道路 实施了提升改造工程 新建和改造城区12条主自干道的人行道 新建和改造人行道面积1.05万平方米 维修的解放街 商品街 南关街等6条主干道破损路面 维修破损路面3800平方米 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城乡生态及卫生环境 根据新野县情 结合现代城市发展方向 确定了建设平原园林城市目标 加快了湿地公园建设 对工业 生活污染的治理力度不断加大 投入实施了一批重点污染治理项目 有效地改善了城市生态环境 修建了军民渠 三里河节流渠 农场沟排水沟渠 实现了渠畅 水晶 暗律 警美 路通 解决了百姓多年的心头之患 一条条生态廊道成为新的城市纽带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以来 着重加强爱国卫生运动的宣传教育 开展了环境症洁 健康教育 春季灭暑 改水改色为主题的爱卫乐活动 杜绝了疫情发生和流行 建设安居乐业的居民生活环境 加快公共交通设施建设 城区公交线路由过去的三条增加到六条 公交车辆增加到二十六台 社区普遍建立了卫生服务站 规划设计了新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紧急救援中心 城市医疗卫生环境得到改善 加大住宅开发力度 城市人均住房面积有了很大提高 拙力打造平安心野 社会治安形势稳定 努力扩大了基本养老 基本医疗 失业保险参保范围 城镇社会保险覆盖面 已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 千方百计改善就业环境 积极扩大就业和再就业 解决了群众 特别是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 全县整村推进扶贫开发 供给实施以通村公路建设为主的建设项目十七个 逐步改善贫困乡村生产生活条件 建设规范首信的市场环境 通过开展建信用城市 做承信市民主题教育活动 促进市民的承信意识得到不断提高 通过推进承信机关 开展万人平航风等活动 促进城市首信的社会风气逐步形成 各窗口行业和单位向全社会广泛征求意见 公布服务承诺 集中解决诚信建设的热点难点问题 有力地推动的行业诚信建设 向长效化 制度化方向发展 建设秩序景山的交通通行环境 实行城市网格化管理 即是解决沿路停车 交通拥堵 以路待逝 战道经营等都出问题 组织开展了三让一规范活动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 人让车让出一份文明 车让人让出一份安全 城区规范了按灯停行 按线通行 按道行驶 按线停放 按标行走的行为 提升素质 深化内涵 县乡两级党委党组中心组 坚持每月集中学习一次 县乡领导带头学习 带头宣讲 学以致用 同时还注重发挥县制单位 乡镇基层党校 小康学校的作用 培训社区 单位 乡村的理论骨干 深化市民教育工程 经常进行爱国主义 公民道德规范教育 和普法学习 使望大群众耳濡目染 潜移默化 增强了文明意识 充分发挥和挖掘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和红色教育资源 利用节假日 组织参观学习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大造青少年健康成长教育工程 一是开展学阴谋 术规范 争作小标兵活动 二是开展学习环保知识 争作小卫士活动 三是开展奉献爱心 争作文明小伙伴活动 四是开展诚实手信 争当小主人活动 同时积极开展预防青少年犯罪活动 基本上做到了学校 家长 社会 三满意 进行城市文明氛围创建工程 刊播讲文明树心风公益广告 增售文明公益宣传牌 发放创建文明城市英知英会手册 形成全社会关心创建 支持创建和参与创建的良好氛围 开展道德讲堂 文明礼仪教育等活动 加强普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开辟专栏 专题 全媒体 多层次 广视角宣传报道创建工作 营造创建文明城市的浓厚氛围 塑造先进典型工程 在文明社区创建商 全省涌现出澳通小区 宇信小区等一批文明小区的先进典型 在文明行业 单位创建商 扎实开展社会承诺 满意服务 文明单位 文明柜台 文明职工等系列创建活动 使优质规范服务 落实到具体岗位 普及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工程 为繁荣广场文化和社区文化 新野县在试点社区 初步建立了新型组织体系 各社区组建了太极拳 健身操等各种形式的活动队伍 丰富了群众的业余生活 广场文化现象 成为新野县精神文明建设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深受群众欢迎 文明城市创建活动 提升了新野的软实力和竞争力 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截至2019年底 新野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全县生产总值完成261.58亿元 增长7.2%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8%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0.8%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0%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8.3亿元 增长7.8%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7.2% 城市的亲和力 在这和谐文明的空间里 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 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文明新风吹拂成乡 清晨 人们合着清风晨练 傍晚 人们在广场 公园内新系 享受美好生活 白河岸边 沃土之上 新野 这座三国文化银城 纺织服装新城 生态移军绿城 正在以它崭新的生态 做出更加坚实的努力 谱写新的辉煌篇章